江慧昏迷之前交代律师把335亿财产留给私生子 费玉清心酸 儿子还要你 你不能这样 江慧家人从国外回来 一看到江慧的样子 所有人都痛哭令人心酸 费玉清 本名张燕婷 1955年7月17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 祖籍安徽同城 中国台湾男歌手 主持人费玉清 相信大家都认识 经典的代表作艺姐妹一夜之间爆火 离开舞台的时候费玉清表示 出道45年有太多的不舍 不是一言两语能说出来的 离开自己最爱的舞台 对于费玉清来讲很难过 但终究还是要走出这一步 据了解6月17日有关费玉清的新消息 退出歌坛的她享受当下生活 虽然她是一个人但并不孤独 根据好友透露 她对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丰富 64岁的费玉清早就决定终身不娶 而是希望自己将来葬在江会的墓旁 费玉清的近况 听她好友说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人生找另一半 而费玉清却不希望那样 对她来讲那样感觉太麻烦 她希望自己的感情生活保持住最纯的一种单身模式 除了唱歌与音乐之外 她不在乎其他的东西 在媒体问她的好友费玉清以前的两段感情时 好友表示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已经成为了过去的一种模式 而且费玉清与日本演员安景千惠之间感情破裂以后 她就已经决定终身不娶 费玉清的第二段感情 女友就是金曲歌后江会 江会有多喜欢费玉清这些是大家知道的 她也不止一次公开对费玉清的爱意 但是在费玉清看来 自己和江会之间其实并没有很深的感情存在 换句话说两个人之间还没有达到修成夫妻的那种缘分 如今费玉清退出歌坛 私生活依旧还是离不开江会的影子 他们已经是知心朋友 据了解她早就已经交代好了江会的后辈们 希望自己将来的墓有人打扫 而选择了葬在江会的墓旁 人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费玉清在这方面看清了很多是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觉得费玉清是一个特别的人 真的是一种人生一个特别的存在 而她的选择应该得到了大家的尊重 希望往年费玉清的生活能够幸福安康 今天小烟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记得关注文章不才 请多包涵 谢谢 请进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